儿子 嘴巴疼吗 嘴巴疼要染 你看我今天买菜回来 你在家里你都发脾气了 妈妈怎么办呢 给你买药吃了也不好 那维生素也在吃 怎么办呢 今天晚上我跟爸爸去给你买点冲剂回来好不好 嗯 要多喝水 知道吗 每次为你喝水 你就不喝 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很疼 是不是 你吃饭的时候慢一点 不要咬勺子 咬筷子 咬猪就不放 那样你就咬到嘴巴了 咬到舌头了 那肯定疼了 你说吃那么多维生素 喝那么多清热的下火的药 你说 一年十几都没有断过你那嘴巴疼 有什么办法吗 妈妈也帮不了你 你吃饭慢一点嘛 不要咬那个勺子 不要咬筷子 好不好 你看你今天早上发火 妈妈急得好急呀 心里 我知道你疼 那有什么办法吗 妈妈也帮不了你疼 本来我买菜回来就很累 本来我买菜回来就很累 你看你 你乱动 在椅子上乱板乱动 心里急躁得很 要忍 听就没有 要平静下来 不要那么急躁 你那时上火的话 你就不要那么急躁好不好 你还好笑 你看现在乖乖的多好 我看见你发脾气 妈妈心里好难受我跟你说 真的是拿你没办法 以后乖不乖 今天晚上我跟爸爸去给你买充具哈 嗯好不好 嗯 多喝水好不好 嗯 还怕不发脾气 嗯 不发脾气了 嗯 这才是乖儿子 嗯 好嘞 笑个 笑个 嗯 好